天上一日,地上一年,人的运气要从坏转好,只需要七天时间,过去的日子再穷,人也有朝一日能富贵,像下面这几个个生肖,只有来日,没有过去,因为接下来的三月最后七天,四月齐齐到,转运富贵在眼前,大家每个月的努力奋斗最后却挣了位数不多的一点工资,似乎觉得还不够,要是能够让自己再能发些横财, 该会是多好的一件事 其实,世界之大任何情况都会发生,这下就来看看,小编今天带给大家的话题就是,在三月最后七天等住发横财的生肖,如果有你就请早做准备 生肖虎,肖虎之人在三月最后七天里,可是有望赚的钱财满库 再加上肖虎敢拼敢闯的精神,以及他们对自己心中理想的追求,所以肖虎一直都在努力奋斗 而且由于肖虎这七天的非常运势,让他们好运源源不断好事成双,同时爱情和事业也是更上一层楼,也会使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 生肖虎,肖虎之人在三月最后七天以来真是横财爆发,生意兴隆 新老顾客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送钱,同时外接订单源源不断,肖虎赚钱的路子会是越来越开阔,赚钱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意外之喜接连不断地来到,一切均是顺风顺水,日子过得甜美幸福 生肖虎,肖虎之人在今年里横财不降反升,特别是在三月最后七天,肖虎好运的到来 同时偏财机会也让肖虎是惊喜不断,财心高照 肖虎一路顺畅视如破竹的好运势,将会让肖虎好运望到年底 因此他们注定富贵多金,横财发不断 鼠鼠人向来善解人意,富有智慧,鼠猪女也注定是越活越美,操心少 子女成才又出喜,生肖虎,财运红的发子,家大业更大 生肖虎,生肖虎的人,五行目望,性格耿直,生来可堪称铁面无私之正观 命有极光,人生红福无穷,老天爷可谓对他们不薄 虽然人生前有波折,早年辛苦 生肖虎的人总能在中年时候开运富贵 事业上的生财有到是旁人所不能及 财运红的发子,家大业更大 子女多能成人才,享福直到终老都不间断 鼠猪女,多才多子,猪在十二生肖中,本就像只住多子多福 而作为鼠猪的女人,一生就难逃这样的福气 从小就是贵人披子,性格谨慎又贴心 对生活充满热情和乐观的态度 就连一个不怎么上进的男人,和他们结婚后都能改头换面 飞黄腾达 因为婚后的日子好,鼠猪女也注定是越活越美 操心少,子女成才又出息 对他们来说,享福的日子从中年才刚刚开始 福气就是一生不断 命理偏财望,罪会中投奖的三个生肖 子鼠,鼠鼠人今年桃花运好 闲吃桃花来源于破太岁的煞气 不但不是货,反而是大福 身边常有异性贵人相助 明里按理总能擦出爱的火花 鼠鼠人向来善解人意,富有智慧 总能给一性留下深刻印象 所以就在今年,鼠鼠人没有谈不成的恋爱 鼠鼠男多有艳福,人面桃花 而鼠鼠女则邂逅优质异性 有望嫁入贵人家 命理偏财望,罪会中投奖的三个生肖 请为他们带走这个平安福 这段时间佛祖大开金库 看到的人都会沾上好福气 年年裁员滚滚,平安健康,住院皆成 另外分享,时常买万字又没有中 用了这个方法我一年中了十次 要中奖,首先必须要有财运,横财运 那么如果本身财运不佳,又该如何提升呢? 提升财运,不可急功近利,必须一步一步来 一,佩戴吉祥物聚财 要想提升财运,聚财 通常的方法是在自己身上佩戴一些吉祥物 如皮修挂件,腰配等事物 以助自己的望财运 当然佩戴吉祥物一定要低调 特别是在打牌时候 千万别被人家看到 要不对手会从风水的角度来破你的财运啊 皮修因没有辟演 所以被欲为止尽不出的聚财神物 但是要注意 聚财皮修最好是要开过光的 特别是皮修不能让其他人摸啊 否则财运不进你家门啊 皮修要洗的话 可用雨水将其洗净 二,讲风水看财位 对,于自己家里以及办公室的风水财位要讲究 风水财位明确了 放置一些招财物如皮修、金铲、工财神位 财源自然滚滚而来 风水运势是会随助时间及其他课 观因素的变化而改变的 所以财位也会有所调整 要根据不同的财位变化调整招财格局 而放置不同的招财物 至于如何看风水财位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 我这里不 再多说 你可以请高手指导 风水财位一定要找准 请风水先生看 也一定要多找几个 免得听信谗言而是得其反 三,家庭和睦赢财神 财 神通常会眷顾家庭和睦 其乐融融的家庭 我有个同事 一家三口非常幸福 他们不仅收入稳定 小孩懂事 而且乐善好事 经常做善事 所以摸福利彩票中了气 车大奖 平时单位聚餐也能中大奖 因此 作为家庭成员既要经常锻炼 强壮身体 也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常做善事 使之心情愉快 精神焕发 财神自然会跟着 你 让财运为助你转 人气旺 财运自然会旺 正所谓家和万事兴 四 主动出激寻财运 人 们都说机会就像离闲的剑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一个点 而当你看清机会的时候 它已离去 所以要提升自己的财运 就必须做一个有准备的人 平时多 花点时间在学习上 掌握各方面的知识 储备好将来需要用到的理论体系 不要整天坐在电视边看连续剧 有空也可以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并结交朋友 搭建人脉 只要你有备而来 主动出击 就能找到生财之道 助你财运滚滚来 鼠牛人注定是一个大气晚成之人 小时候年轻受苦比较多 走的弯路也比别人多一些 但是鼠牛人智慧过人 有着吃苦耐劳的拼搏精神 不轻易认输 能化困难为动力 迎难而上 所以鼠牛人的苦难终究不会太久 他是非常幸运的 也是福大命大的一个人 鼠牛人早晚时来运转 脱贫转富 财库风盈 二鼠兔人 鼠兔人是一个有后福的人 晚年福气特别旺盛 财运极佳 鼠兔人不一定出身在富裕家庭 但是鼠兔人有志气毅力 很有才干 凡事靠自己 所以鼠兔人运气不差 不管走到哪里干什么 都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和信任 有贵人帮助 十分幸运 生财有道 再穷也不会穷过四十岁 早晚飞黄腾达 三鼠蛇人 鼠蛇人性格冷静理智 做事有条理 就算家中有靠山 但年轻时受的苦难也比较多 不是遭遇小人就是意外贫贫 生活过得辛苦 随着年龄的增长